台灣自憲基金會推動自憲公投的目的 是為了讓台灣可以往正常國家這個目標來前進 所以在目前我們在4月30號會向中選會提出公投案 那在第一階段的連署上面 其實我們得到非常多的支持 那已經跨過法定的一個門檻 那我們希望中選會在審議我們的公投提案的時候 可以考量憲政改革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到今天經過30年台灣的一個民主化的進程之後 今天有83%的台灣人會說我是台灣人 所以這樣在國主認同上面 台灣社會已經有很高的共識存在 那麼台灣未來需要解決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台灣的國家認同的問題 那麼依照目前我們現在遵循的這一部中華民國憲法 台灣跟中國大陸是同一個國家 中國因素台灣永遠沒辦法回避 今天不管台灣是哪一個政黨執政 今天不管是台灣對中國的政策如何低升下去 中國不會改變他要併吞台灣的這樣的一個國策 所以重點不在於中國對我們今天台灣 有關於國家定位的倡議或是行動 他表示什麼態度 重要的是台灣人我們有沒有很高的社會共識 想要讓台灣成為一個獨立正常國家 那麼有很高的共識之後 我們如何因應中國因素 問題是我們怎麼做 不是他們怎麼講 我想我們在推動這個運動的初始 所有的內外在的政府面的所有因素 都有完整的一個考量